现在示范立这个执法 立在明代的中期以后 用的比较多的是连续轻的快速的调两条弦或者三条弦以上 比方说立七六 用的静相对来说比调轻一点 如果三条弦 但是更古老的一些乐曲它也有立一条弦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区分 就是和明代中后期之后所说的立两条弦以上 立一条弦我们就用轻的条 比方说六弦 立六弦再立五弦 轻的 轻的